而且他喝酒能连着喝一个月 他已经就是刷新了我的三观啊 我现在硬着试图 每天都出去喝酒 然后就跟我说什么钱不够花 然后那个基本上出去 现在都是我花钱了 干嘛每天出去喝酒啊 你不是开车吗 职业不是司机吗 是的因为我生活圈里边 比较好面嘛 然后朋友也比较多 就是喝酒的事也比较多 我们俩刚开始搞笑的时候 我知道他喝酒我就跟他说过 我说我特别烦喝酒 然后我也特别讨厌酒蒙子 然后他也跟我保证 就是说以后啊不喝酒了 只要你不让我去我肯定不去 然后刚开始也确实是 每天就都跟我待着 然后我俩一块吃饭呢 一块看电影 现在就是别说逛街看电影了 就是喝上酒 我给他打电话 一遍一遍一遍的 打了六七八遍根本就不接 那你说大晚上的出去喝酒 我多担心他呀 打完就是不接 那你说一晚上我都睡不着觉啊 然后第二天早解释跟我解释 那个我就喝多了 那你喝多了不想 我这一晚上睡不睡觉啊 他根本就不替我着想 他就只想他自己 而且他喝酒能连着喝一个月 他已经就是刷新了我的三观啊 我长这么大 我没听说 谁说能连着喝酒喝一个月 连着喝一个月 天天喝 对天天喝 其实在这儿他之前 就我没当司机这一段 我喝酒确实挺严重的 一直天天晚上基本都是在喝 甚至也比较多 但是认识他之后呢 我已经真是客人不少了 比如喝多了我都会 虽然说晚上没跟他说 但第二天早上我绝对跟他说一声 我说我昨天晚上喝多了 我回家了 我没有出去瞎玩 我都会跟他说的 明白 女生今天 你们俩谁要来的呢 我 要来干嘛呢 我就是觉得 他前后反差特别大 我觉得他刚开始对我 对对刚开始对我好的就不行 现在就是我上感着他 然后他都觉得我挺烦 还觉得爱他不理的 之前我就是觉得他特别单纯 然后也特别简单 然后我觉得他肯定能一直对我好 才跟他在一起的 现在我觉得要不然就是他太能装了 隐藏得太深了 要不就是他根本就不是我想的那样的人 那你来干嘛呢 我现在就不知道 就他总跟我解释 总说就是 没有没有 然后我现在也不知道 我俩到底 就是他跟我说到底是真的假的 他还到底想不想好 就这些问题 就是你现在不信任他了 是吧 你试图重新建立信任的关系 是这意思吗 喜欢你姑娘吗 喜欢 现在还想娶她吗 想 我心里边这一直有的 就是生活中有她 我就心里边很知足 跟那女同事没事吧 真没有事 要是如果有事的话 我今天也不会来这儿了 完全 那你在这个喝酒 到底是因为什么呀 是因为控制不住 有酒瘾啊 不是的 因为现在我这个年龄 本来就是生活中朋友很多 包括现在啊 领导什么的之间都有事 女生不太信她说的话了 是吧 她什么事都瞒着我 然后什么事都不告诉我 以前什么事都会跟我说 现在什么事都不告诉我 而且骗我 就除了她给女同事买包啊 或者借钱吧 还有什么事欺骗了你 她出去喝酒 其实我每次都知道 她是就是跟她那帮朋友 然后她跟我说啊 那个我领导 跟我领导喝酒推不开 哪有领导连着教你喝酒 天天教你喝酒 这不是骗小孩呢吗 我也不傻 我能听不出来吗 就是在喝酒的问题上 也骗你还有什么 就是之前她出去玩 出去旅游 然后那个就我去接她嘛 她那个手包拉开 就有个手链 然后我还琢磨呢 我说是不是想给我买个东西 哄我开心一下 然后我也没支撑 都过了一周了 然后没有信了 我现在压根就不知道 这手链是怎么回事 没有 那个手链是当时我回来 是给我姐姐买的 当时我就忘了跟她说了 后来发现的时候 每天都给我吵这事 解释变了 然后到现在一直也 这事不用解释 问问姐姐不就好了吗 亲姐姐吗 她哪有亲姐姐呀 再说她给她姐买手链 她不可能说给她亲姐姐买手链 不给我买手链呀 但是她哪有亲姐 你哪有亲姐呀 我外边就是认的姐姐比较多 哼